一队越南小警地被吸毒附近迈到中国边境一带 下落无名 武警电防官兵接到邻国通报后 立即在开场协查行动 目标很快锁定在一辆行踪可疑的无照摩托车上 经过精神部署终于侦查 摩托车主真的和范围儿童案有关吗 案件陷入僵局时 武警电防官兵又如何找到突破后 一步步营救出越南小警地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一队姐弟的跨国救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ZZZZZZXT 军事纪3DP 倾气 长大 让我拆开 走 小孩了 小孩小孩小孩 妈妈小孩 抱开 妈 妈 这小孩的老脸 这小孩 我是雪 雪寒 雪的 好 就在不久前 广西边防总队龙州大队 收到越南警方一张通告协查函 通报称 一对越南姐弟弟弟两岁 姐姐四岁 先后被贩卖到了中国境内 但下落不明 请求中国警方予以协助宣承 接到通报后 广西龙州边防大队 立刻派出民警开始调查 龙州县 位于广西西南部 西北与越南接壤 是我国边陲重镇 面积2318平方公里 也是广西陆路边境县 最长的县城之一 有人口27万人 下下12个县镇 少数民族占总人口95%以上 因为越方小姐弟刚刚被管弹 武警官并窥测 孩子还没有离开龙州里面 但在这个人员复杂的边境线 要找两个年幼的越南小孩 犹如大海刀针 如果随时间推移 两个小孩一旦被贩卖到内地 侦查起来难度会更大 情况紧急 中越两国间边境县 蜿蜒曲折 山水相连 走访排场 异常艰际 很多百姓 他只是在自己的村团里面 很少与外界联系 讲的都是中越当地的土话 跟我们老百姓交流起来是比较难 所以说我们一去的话 他就以为说 我这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他们都会很害怕 而且有可以回避的那种感觉 龙州民风淳土 但少数民族人口居多 大多将当地方言 武警侦查员和他们沟通起来很困难 通过几天的助手 对各个卡点 检查站 派出所 下去内竹干道 进行拉网式排查 但一直没有发现 重有线索 情趣就很低落 但一想到 要尽快让他们 回家跟他们家人相聚 所以说我们还是 每天都不停地去跟村干人 去到村庄去找房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 龙州边防大队 下方排出所侦察员 发现了一辆可疑无罩摩托车 在通过辖区内 便道摄像头 对进出便道的人员 车辆逐一排查时 侦察员注意到 在靠近边境线 一条十分偏远的便道上 最近有一辆无罩摩托车 几近几出 行踪可疑 按照平时的话 这里是很少有摩托车来的 因为这里的便道是非常偏远的 所以说我们对这辆摩托车 就进行了重点的监控 下洞镇位于龙州县西侧 西南与越南接壤 北林水口镇 全镇总面积114平方公里 下辖9个村屯 总人口21000多人 边境线长达40公里 还有两个边茂团 是和越南直接接壤的乡镇 派出所战警 立即对摩托车车主 展开调查 详细分析了摩托车行动轨迹 侦察员实地遭访 根据当地村民反映 这辆无罩摩托车 并不是下洞的 而是别的侦察 那么如何才能找到 这辆摩托车和车主的案 根据假释人 外贸特征锁定 大概是多少年龄段 我们通过一些手段 在这一重点年龄段 进行一些抹排 派出所干净 充分发挥辖区治安机器分子 村干部 在各村屯关注动态 消息发布后的第三天 下中派出所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 有人举报 在夏东镇梁庄村 看到了摄像头中 发现的可疑摩托车 并发现村民张某家 最近多了几个想法 这给苦苦找听孩子的干警 提供了重要的陷阱 接到有这么一个 非常有利的线索 我们干警非常高兴 然后马上改变侦察方向 派出所干警 马上现场侦察 来到了两庄村 这户人家 我是来岁 他们主要是依靠 雾龙维生 家里面主要种植一些甘蔗 一年的收入不是很多 家庭还是比较困难的 并且他们也很少走出大山 通过侦察员实地摸牌 发现张某家确实不是传出孩子的叫喊声音 据村委会反映 张某夫妇年过五十 无法生育 长期无子 从他家传出小孩的声音 的确特意 难道张某家的孩子 就是民警们要寻找的被贩卖的邻国小孩 为了不打草惊蛇 夏冬镇办案干警 乔中城收购废品的人 来到张某家 如果我们以民警的身份去的话 他就会有所警觉 如果是划到收费品的 人家在每家每户 特别像农村 收费品跟普通老百姓接触是对广泛 而是对直接的 它不容易引起犯罪分子的怀疑 小装打扮的侦察员来到张某家附近 发现家中的确有几个孩子 进入他家的时候 三个小女孩就很兴奋地跑过来 围着我们的正察员转 而且到他们家里以后 我们发现了那就夫妇 那三个小女孩就围着我们正察员 一直唱生日快乐歌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还说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这三个小女孩年龄相好 但是他们说的普通话 相当流利 所以说从这个判断的话 我们感觉并不符合我们所要寻找的小女孩 三个孩子会说流利汉语 并且会唱当地儿歌 通过照片比对 侦察员转发现 他们并不是被贩卖到这里的越南孩子 就我们了解 这三个小孩都是周围邻居小孩 他们经常跟这一户人家关系很好 经常在一起玩 而那辆无照摩托车 是张某夫妇从亲戚处借来 准备往县城运送收好的甘蔗 无功而返 线索中断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当地派出所干警 重新分析 研判了整个案情 经过仔细推理 他们判断 虽然这次发现的小孩 并不是他们要寻找的 但之前接到的两庄村匿名电话 还是值得重视的 他们决定 对两庄村加大排查力度 首次搜寻无功 但武警兵方凡兵不会轻言放弃 有了之前的莫派经验 目标很快再次锁定 经过多次走访 比锐核实 嫌疑人终于出现 解救行动能否顺利展开 军事纪实正在播出 一对姐弟的跨国救赎 武警侦察员派出更多警力 再次对两庄村村民进行重点拨判 目标尤其锁定在中年夫妇 没有想办的家庭 根据村看部提供的人员信息和干警实地摸击 发现两庄村周某夫妇家中近期也多了一个小孩 走访过程中发现 确实有一个一两岁的小孩在他家里面 通过了解这个小孩叫什么名字 从哪里来的 慢慢地收集各方面的材料 来证实这个小孩的身份 最近有没有在哪户人家买一个艳兰小孩的 这个是他的相片 这个孩子会不会就是邻国警方要找单被贩卖的小孩 通过反复的招聘每一对 这个小孩和被卖姐弟俩中的两岁小男孩 外貌特征十分相似 下洞派出所干警当机立断 决定立刻展开行动 从下洞镇到两庄村 有一条再见的二级公路 从越南边境直接通往我国的迎宾路 一组干警在此路口把守 另一组从两庄村插入口进去 直接前往周某降噪 直接前往周某降噪 是那边那洞还是这边这洞 这洞是吗 就这 这这边 就这间了 走走走 你那前面一点点 对对对对 可以 你回去后面那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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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回来 快 小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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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小孩小孩小孩 妈妈小孩帮你 这个人和他怎么关系 这个女生是这小孩的妈妈 不是 这小孩是不是你的 这小孩是不是你的 不是 不是你的是吧 小孩从哪里来的 这个有一个人带出来 从哪里带出来 越南 他说他是孩子 他的孩子 在审问过程中 赶紧发现 周末夫妇对小孩的基本情况并不了解 回答不出赶紧提出的问题 这个周末 说不出这个小孩的难力 不知道小孩的名字 也很紧张 他什么话都不愿意讲 他很知乎这个事情 那我们就觉得 这个有很大的嫌疑了 为什么把他带到这边来 这个什么大 越南人为什么把别人小孩带到这边来 通过现场突击审讯 周末夫妇供述 这个孩子并不是他们的 是小孩的亲生父亲将他们送到中国境内 委托他们将孩子转手卖掉 后经越南警方证实 男孩父亲盘某 是长期吸毒人员 因吸毒成瘾 导致家庭破裂 妻子离家出走 由于读印发作 没钱购买不负 于是 于2015年年底 分别把自己四岁女儿 两岁儿子 先后以六千元和一万五千元 卖到了中国境内 而周末夫妇这里的男孩 正是姐弟两人中的第一 现在小男孩已经找到 而之前被卖掉的姐姐 现在又在哪里 会被卖到临近乡镇 还是已经贩卖到内地 派出所干警将案情迅速通报 给周边乡镇和龙州县公安局 请求扩大搜索范围 发卖小女孩的人员可能会产生警觉 可能会把这个小女孩逃逆 派出所召集干警 紧急部署 到各村村和村干部联系 有村干部带着民警 在周边乡镇进行地毯式搜索 对近处辖区的每辆车进行检查 一个村一个村的排查 并把小女孩的照片 分发到各个村团 加大搜索力度 现在是干枝的炸机 很多老百姓都是从农田里面回来的 他们对这个消息的话 也是不得而知 所以说我们正常员的话 没有获取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边境复杂 人海茫茫 要搜索一个四岁小女孩并不容易 案件陷入僵局时 侦察员将注意力再次集中到 贩卖小男孩的周某夫妇身上 既然他们与卖小男孩的越南父亲有联系 从他们身上或许能得到 关于小女孩下落的线索 经过多次提升 周某夫妇交代 在迈出小男孩前面回日 孩子的父亲盘某 曾将小女孩带到国内交给他们 由周某夫妇作为中间人 以六千元的价格 把小女孩卖给了家住龙州县水口镇的龙某夫妇 龙某夫妇居住在龙州县水口镇独山村 是水口镇最偏远的一个村村 和外面往来很少 村子里人也很少 消息闭塞 龙某夫妇的话是长期没有小孩 妻子是一个聋哑人 她没有生育能力 派出所干警获悉后 迅速赶往都山村龙某家中 果然找到了一个小女孩 经过DNA比对 这个小女孩就是警方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小姐姐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小女孩非常不情愿离开 通小女的脸色 还有小女的穿着上可以看得出来 小女孩在家里面生活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当他们收养这个小孩的时候 他们非常开心 如获至宝 对这个小女孩就像长生明珠一样的对待 给买新衣服 玩具 吃得也非常好 全家人对她都非常不错 但由于孩子是龙某夫妇 以六千元的价格买来的 根据我国法律 罗某夫妇必须将孩子归还 至此 越南小姐弟在龙州县分别被先后找到 但姐弟两人不约而同的 十分眷恋他们在中国的生活 2016年1月11日 龙州大队边防武警和越南警方 在龙州县纳华边茂店办理移交手续 在移交过程中 记者注意到 小男孩一直抱着福利院门卫黄大爷 怎么都不肯撒手 而年纪花甲的黄大爷也是气不成声 黄大爷是龙州县福利院的门路 小男孩被从周某家解救后 一直被脱养在福利院 到小姐姐被解救出的一个月以来 一直是黄大爷和老伴一起照顾她 这个小孩啊 我们晚上每天都跟她吃完 我做工 你得找 去帮小弟啊 这个帮你把这个开门啊 这样的 这个小孩好玩 小孩跟我关 找到哪里也都跟我哪里 这样的 晚上睡啊 有人跟我睡 不要跟我睡 跟我老婆睡 一觉后 被贩卖的两个越南小孩 回到了亲生母亲林女士身边 当时她的母亲 见到她两个小孩的时候 痛哭流泄 非常感谢我们中越警方 能够把她被拐卖的孩子找到 贩卖儿童的犯罪分子将会受到应有的防御制裁 但孩子幼小心灵中的创伤却难以贫复 福利院的黄大爷看着孩子们的离开 心里又难以割舍的感受 她祈祷祷 她祈祷小姐弟回到越南后 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也希望她们的悲剧不要再上流了 所有孩子都能拥有一个平安快乐的童女 通信赢参加中国战区陆军组织的基础训练大考 没有任何准备的时间 他们将怎样顶住事关集团军荣誉的巨等压力 又怎样才能把平时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 以战场极端要求考核 在体能消耗极大的情况下 他们又是如何闯过难关 据射记事下期播出 中部战区陆军考核行动